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盾 今天呢 来给大家介绍一个 陆服最新的活动 风起唐门 好吧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里面有什么内容吧 首先是 唐门银舞 唐门银舞它是一个 嗯 过关 拿奖励的副本 打副本 过关 拿奖励 那么 奖励 这个是什么 奖励看起来 挺一般啊 这个魂骨还不错 不对 这是随机的二星魂骨而已 随机意思是说 你可能拿到这个魂骨 但是你也很大概率只能拿到 这个魂骨而已啊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脸啊 而且呢 概率只有10% 我想多数是 非洲的应该都是只拿这个 古域了 嗯 这奖励可以说是 非常的一般啊 然后这个玲瓏掌 是可以拿来 在玲瓏盒换道具的 OK 那么 每一关都会有特殊机制 是为我方提升一些东西啦 那第一关是 提升我方 10%攻击力 3回合可以叠加 这个是 攻击会击退目标 20%进度条 好 暗器伤害 加50% 受到的伤害有几方全体分担 战斗中最大生命值向低20% 攻击提升20% 普制器粉丝 速度提升100% 嗯 OK 过关最低战力 93万 这第一关应该是不难的 但是我相信后面应该会越来越难 嗯 这个是 OK 我们看看可以拿多少玲瓏掌 100 150 200 300 450 这里总共可以拿450个玲瓏掌 玲瓏阁 看看可以换什么 嗯 竹子 OK 竹子 这个是有钻石 有抽奖券 有玲瓏掌 玲瓏掌 当然这主要还是 竹子 玲瓏掌 来换道具的 OK 这应该是最便宜的了 这应该是最便宜的了 而且是唯一可以用钻石买的 买起来 嗯 百八 OK 看到可以换什么东西 这个是什么 要查 这应该不会换 嗯 这个是什么 OK 唐浩的专属好感道具突破 三阶的 这个有唐浩的必须买起来 除非你不想突破啦 OK 暴雨梨花针 1600 魂骨 嗯 一星而已 只有一星而已 然后这个是 可以随机 SS2魂狮 这是只有强攻和敏攻的 然后有唐浩 有邪悦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还没有唐浩和邪悦 这个随机SS2魂尸 觉醒卡是比较有 概率中这两个魂尸的 不过呢 这个和感恩姐一样啊 你必须先消耗 一五百的玲瓏掌 之后才能买这个 但是不能直接买了 十万年 好 要吵 翻三 嗯 这是新的SS2 暗器啊 炎丸鐵 嗯 6.5万的暗器伤害 三成三回合的中毒 嗯 这是中毒 可以叫四星彩星啊 這五個肯定是換不到的啦 你必須要渴 五個玩家應該 只能換到這一邊吧 千多 好 決心試練是什麼 這個就跟上一次的活動一樣 需要消耗道具 有困難有簡單有地獄 然後可以拿零格 然後這就是看聯啦 五萬聯合 黃骨 然後 決心 決意心解 心緒 這個是消耗體力拿到 140體力可以換個 記得存夠體力喔 最後一個破魂決戰活動 這個活動還沒有開放 但是呢看這張圖的內容就是一個 打傷害的副本 那麼這個相信大家應該也不會陌生喔 五分鐘的時間 然後看你能打多少傷害 50% 就可以拿滿所有的獎勵啦 關卡名字叫破魂增生 不曉得裡面有沒有機會看到 楊無敵的五魂增生 讓我們期待一下吧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為止了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